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也许就无法形容 只有我们能懂 来人 来人 放我出去 来人哪 来人把我爹叫来 我有话对他说 花公子 老爷说了 您要是出来 就叫属下打晕你 您还是别为难属下了 你要是不把我放出去 等我出来 我爹一个就杀了你 来人 把我爹叫来 爹 爹 你快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爹 我来了 你这个逆子 你还想做什么 爹 你把他放出去 我都说了会帮你的 你平日里做那些荒唐事 我不曾管你 你年轻时贪玩也就罢了 可是你罔顾家族责任 几次三三坏我的事 你在里边好好想想吧你 爹 爹 韩席呢 他现在在义区吗 韩世子已经回历城了 爹 你连你的亲儿子都要骗是吗 你既然不信我的话 你又何必问我呢 王家已经不指望你了 明日 你就跟你们一起回京城去 爹 我就告诉你 韩席若是死了 我绝对不会毒活的 你这个逆子 那个姓韩的小子 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你用这种话来伤你老父的心 你们两个给我看好了 他这儿逃了 我饶不了你们 是 爹 爹 爹 你快回来 我还有话要说 爹 我啊 二 rounded 而 李仲 哦 村子里还有粮食吗 给他们熬点米汤也好啊 村子都成这样了 哪儿还有粮食 我是来给二公子送饭的 徐 徐 你怎么来了 你是不是要害韩世姨 夕远 哥求你帮个忙 还是以待你救命呢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告诉五皇子 还是一在义区有危险 我知道了 外面杀人了 走 走 外面杀人了 快快快 这怎么了 快点 我跟着 大娘 大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村县我家人 想要冲出村子 不了被官兵都给杀了 我们要找官兵去讨个公道 您就别去了 快回去告诉村民们 千万不要硬闯 我正在想办法 你要有办法 你不早走了 跟上 大娘 走 快快快 走 快快 快 快 驾 驾 这儿不许纵马 下来 我有重要的事 要找五皇子 我这个表面还真是任性 打伤两个侍卫 不管不顾就冲去立场 这下所有的计划 全都给打乱 只有他就报信 陈炎翼才肯来呀 只要陈炎翼一进一区 一切就都解决了 舅舅 您的意思是 放陈炎翼进一区 然后把他除掉 可老五又不是傻子 一区那么危险 他怎么肯轻易进去呢 再有心机的年轻人 都逃不了一个情子 陈炎翼始终不肯纳飞 其中的内情 京城可是无人不知啊 京城是传出一线 韩十一和陈炎翼 断袖分逃一说 可老五不过是玩玩 再说了 如果让父皇得知 我对老五下手 放心 只要陈炎翼一死 皇上即便是再起一心 他也处置不了你了 毕竟为江山 想他不会把皇位 传给年幼的七皇子 和只知道 吃喝玩乐的三皇子 也对 也对 老七年又体弱 能不能养得大 还两说 老三又是个蠢货 只要把老五除了 那父皇便别无他选 就按人说的办 殿下不可行事冲动了 主公怎可涉险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 让他去闯了这龙潭虎穴 如今不能再犯错 卢大人 你看好历程 等我们回来 我保护殿下 放心吧 殿下 此事 他们真的救寒狮子吗 你为什么不许求你爹放了狮子 反而来历程求援 我哥说 求我爹没用 那多谢王姑娘了 殿下吩咐我 派人送你回帐州 尽快启程吧 所有人 跟我来 都跟了我一天了 出来吧 都跟了我一天了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 你郑大伯说 让我跟着你 不能让你私下跑呢 不能让你私下跑呢 你看啊 这个村子 东边靠山 西边淋水 南北被官兵给挡了 我能跑哪儿去啊 不过这一山爆水的 风景倒是挺好啊 你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 昨天就没有吃东西 待会儿我抱你回去吧 你省省力气 大人 这几天我们都快饿死了 有人在河里落了飘的死竹死兔子 回来煮着吃 太臭了 我吃不下了 我哥哥吃了 我哥哥在那边的林子里 摘了野果子给我吃 可是 现在哥哥病了 野果子也都摘完了 别哭啊 别哭 我们待会儿再去看看 我这儿野果子可厉害了 能爬很高很高的树啊 真的吗 真的 别哭啊 什么 我听不清 你說什麼 哥哥 沒事沒事你先別哭 哥哥只是暈倒了 讓他休息一會兒 沒有大夫的藥 可能也熬不了多久了 哥哥 哥哥你快醒醒啊 哥哥 一 二 三 四 只有四個女人 其他全是男人 這病 難道只傳男人 有人在河裡落了飄的 死竹死兔子 回來煮著吃 太臭了我吃不下了 難道這病 跟吃死生畜的肉有關 這位大姐 大人 她生病之前 是否吃了那河裡飄過來的 死生畜的肉 是的 大水過後 村子裡什麼都沒有了 樹皮草根都挖來吃了 實在是受不了 餓的 男人們便撈了 生畜的肉烤了吃 這肉都爛掉了 你沒有吃是不是 我實在是吃不下去 那野肉我餓臭得很 那好 你現在就去告訴村民 再也不要撈那些 死生畜的肉吃了 你們的病 怕就是這麼得的 這是真的 我現在就去抓 我大伯還在河邊撈呢 走 好 大伯 大伯 你別撈了 不能吃啊 住手 別撈了 這些死生畜的肉吃了會得病的 吃是病死 不吃餓死 早晚都得死 別撈了 別撈 吃得很快就到了 你幹嗎呢你 當棍兒了不起啊 欺負老百姓啊你 我這是救你們呢 大伯啊別說了 這位大人說得有道理 吃了肉的多半都病了 我們沒吃的都好好的 我們也想活呀 給他有命活呀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們的 這都一天了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他們在等什麼呀 不對 他們不是想要對付我 我只是魚兒 他們在釣魚 我不能晃 不能晃 殿下一定能看出這是個陷阱 不會往裡跳的 不行 大人 大人 我這裡有好多壞 老五 你來怎麼不提前說一聲呢 二哥安好 韓十一在哪兒 李承少不了他 我要帶他回去 這個韓十一啊 不愧是世代忠良的韓家世子 他執意要進災區幫助災民 我攔都攔不住他 那你帶我去災區 老五 你雖然體恤民生 但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啊 畢竟 父皇對你的期望還是很重呢 即刻帶我去疫區 你看你別急啊 我這就找人帶你過去 行嗎 齊王殿下 潛民就到了 這村子啊 離河堤近 整個村子都被水淹了 死的人太多了 如今又鬧了疫災 你這從哪兒來的 你 是不是齊王 快 是 韓大人 讓我給你帶句話 讓你千萬不要進村 他們只等著你進村 便要燒村 你不來 他就不會死 你怎麼出來的 甜妞 待會兒我把你送到山頭 你拿這個簪子 去找一位叫做齊王的大人 叫他幫忙 大人 我不走 我走了 我哥哥怎麼辦 甜妞 你就當幫我一個忙 你哥哥我替你照顧 大人 你好人 我幫你 你 你 他大人 讓我來找齊王 說你認得這個 他滿意的 只有我會編這個 十一他不會 十一是誰 十一是我弟弟 他是個小待會 整天就會讀書 你到我家就只跟我玩 不要理他 大膽 定敢攔截朝廷物資 沒什麼 我們就是想借你們這身虎屁用一下 林希啊 導致點 您萬一有個什麼閃屍 不僅我們全都要掉腦袋 還關系著大臣的未來啊 您就讓微臣進村 微臣以身家性命擔保 必定將韓世子帶出來 什麼也別說了 我必須要親自去 帶路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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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100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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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何总是梦到你 可能我快要死了吧 天下 我 我还真的好想你 妈 十一 十一 天下 你也终于来了 我要 我要告诉你一个命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只是 只是我 我可能快要死了 十一 不能 你不能死 你跟我既然约定了百年 我 找闲儿留心 天下 也许 也许还无法把心弱 我 我 不愿意 不愿意 装作不疼 我 如果有 要下辈子 我 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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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我们 我们 无悔 在天地 之中 我 愿 接受 一切 不愿意 不愿意 所措 十一 感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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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十一 十一 你能不能别摇了 你这么摇 我怎么给他占卖啊 怎么样 林胖子 你一定要救救他 一定要救救他 十一 你醒醒你别吓我 十一 你醒醒你别吓我 他就是饿晕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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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不要吓我 我又不是太医 你 你朝我发什么火呀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再朝我发火 我不管了啊 我看别的病人去了 我看别的病人去了 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十一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快点好起来行吗 天啊 我会让你把你给你送完 那再来啊 你再来吧 十一 你醒了 殿下 殿下怎么的蓄了胡子 瞧着丑得很 我们殿下 不眠不休地守了您两天两夜 世子 您醒了到时先嫌弃起人来了 我怎么昏迷了这么久啊 殿下 二皇子要烧了田水村毕业 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村里的人 村里不是瘟疫 而是长脊 林豹子已经发了药材 都好转了 他们可能是吃了河里泡的腐烂的动物肉 才生的长脊 没吃没喝的 百姓们也是走投无路才冒死去吃那些东西的 已经发了药材了 而且已经开始失肘了 二皇子怎么解释的 他失口否认想要烧村 说封锁村子 只是为了控制医兵蔓延 殿下英明神武 微臣实在是佩服 只是 你是怎么夺下田水村的呀 难道 已出兵张州了吗 没有圣旨 擅自调动兵马可是重罪啊 对付他 还需要出兵吗 等你兵好了 我慢慢说给你听 微臣没事 只是 我瞧着这里还挺好的 想是有吃的吧 鸡鸭鱼肉都行 随便上来点 你刚好 还受了伤 林包子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你救好 你现在 只能吃青粥 听话 买 姬爷 不劳烦殿下了 微臣自己来 慢点吃 慢点吃 慢点吃啊 嗯 你慢慢吃 我现在还有事 你 你是要去哪儿啊 是要去面圣吗 是 放心 烧村可是大事 二皇子 二皇子定不敢擅传 怕是早就已经跟皇上报备过了 皇上能默许二皇子 捎村避夷 自然想让他做得漂亮 躲过文官的笔墨 如果这件事被宣扬出去 皇上可不会让他担这个责任 是 咱们皇上爱心羽毛 姬爷 在 在这儿好好照顾世子 啊 啊 呃 殿下 您稳武双全 微臣倒是不担心了 只是 姬爷留在这儿 也啰嗦得很 不如 您带着他 一起回京城吧 世子 我什么时候啰嗦了 我 听话 乖 让他留在这里 是我怕会有什么意外 听话 你注意安全啊 嗯 嗯 走了 殿下 你跟我既然约定了百年了 要言而有心 没想 如果有 要下辈子 我也得 也得跟你 在一起 老二的密报 朕卓人按下了 也不知道 他明不明白朕的心意 你 二殿下 自然懂得皇上心意 朕固然心疼百姓 但要是疫情爆发的话 皇上 皇上 齐王殿下求见 他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玄奘进来 是 是 儿臣参见父皇 免礼 一儿 你知道朕 为什么召你回京吗 父皇 有召唤儿臣 你不知朕召你回京 儿臣匆忙回京 可能与父皇派的人错过了 那你不再历城赈灾 回来作甚哪 父皇 儿臣听闻 二皇兄要烧村 并冒以父皇之名 这不仅伤及了百姓和朝廷的颜面 还有损圣命 所以儿臣快马回京 恳请父皇下旨 命令其悬崖勒马 误铸成大错 绝无此事 你一定是 听错了 此事千真万确 儿臣得到消息 才暗中去了漳州 去劝阻 就算真有此事 我想你二哥 也一定是被逼无奈 才出此下策 你想 疫情一旦爆发 就会 累积无辜百姓 控制不好 就会殃及数舍 服侍百万 前朝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百姓得的不是疫病 是肠疾 而且 不会传染 什么 不是疫病 你确定 此事之大 儿臣岂敢忘言 黄河绝口 洪水泛滥 所有村镇都被淹没 漳州虽然 不是重灾区 但是填水村在附近河岸旁边 村民没有食物 所以打捞师傅去吃 进而胜了长疾 但是 已经找到了病原 病情得到了缓和 好一个尘严昊啊 事情没查清楚 就烧村 罔顾百姓的性命 真是慌肠 皇上 皇上息怒 皇上 朕生此逆儿 朕是愧对百姓 愧对百姓 父皇 一向爱民如此 岂能容忍如此行径 但此事 关系国家清誉 传扬出去 恐有不妥 所以儿臣斗胆建议父皇 押下此事 以免生乱 望父皇三思 好 还是你顾全大局啊 好 也罢 朕 就听你一回 先把这事摁下 等你二哥回来之后 另行处置 翊儿 父王老了 以后很多事情 你要替父王 多分担了 帮祝父王 父皇 春秋正盛 为黎明百姓福祉 也要注意龙体 博士好 坐下吧 都回来了 回来就好 今日啊 我们不讲诗经了 谈一谈 你们去灾区的感受吧 二十一啊 你先说说看吧 从前学生狂妄 常想找些圣贤的错处 来彰显自己见解的独特 现在想来 圣贤虽是凡人 但却将自己毕生的 所见所思所得整理出来 与后人为鉴 点醒我们 譬如那句 哀鸣声之多间 从前我念的时候 只着意文采和韵律 但与灾民相处数日之后 才知这哀字的一片忠肠 谁人没有年少轻狂啊 明事里就好 坐下吧 其他人呢 表吉成 你呢 我 我 我瘦了十几斤 你们笑什么呀 从前 我那是懒得动 到了灾区之后 我跑前跑后的忙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都想大半夜偷跑回来 现如今回来了 倒是有些思念灾区的灾民了 现在酒肉一上桌啊 我都愧疚得不要不要的 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 过得也太好了吧 大人 我可以证明 他还专门派人 去灾区 送了些粮食 这些都是他自己 省吃俭用省下来的 你可别胡说 这哪里是我省下来的呀 那是我娘 教训全家人省下来的 是啊 我现在用饭 一厘米都不敢浪费 觉得剩饭 都对不起那些 吃不上饭的百姓 大人 以后有为百姓 出力的事情 就叫上我们吧 坐下吧 王忠玉 你呢 我从前 听戏里的渔州唱晚 山中岁月 本以为远离京城复述 便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现在想来 打鱼的 砍柴的 种地的 都各有各的苦 各有各的愁 吃穿住行需要发愁 老人孩子生病了 也要发愁 那些只看到美丽景色的人 我想 不过是不愁吃穿罢了 坐吧 你等 都是高粮子弟 生来 仅于一时 虽不是你们的错 但是啊 限制了你们的心胸 如今 多见识了一些 将来 不管为官 还是为民 都能理解 百姓的生存不易 这为师 就放心了 殿下 殿下以为如何呀 我与百姓 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各有牵挂 每个人的牵挂 都是一样的 确实如此 云云众生之爱 哪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殿下 坐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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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真的打算娶她 话都说出去了 不然呢 那我怎么办 其实 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兴许是对感情 对幸福有了另外一番了解 我现在也不想她嫁进来 可是眼下 不是也没办法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她和她是一个她 装的伴 没人看穿 年少的轻狂 无处掌握 小天下 天上之大 容不下 你我她 满身的倔强 留在她乡 Zither Harp 对天长相 一世一生 不卑不亢 只想当 好儿郎 儿女情长 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 多少年花 买青山流水下 相爱相伤 故事的结局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啊 为何你啊 还在 还在 前往